北京时间7月6日午22点 俄罗斯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将打下 乌拉圭队对阵法国度 在本届世界杯八强赛上半区的四支球队当中 乌拉圭无疑是其他三支球队最想碰到的对手 因为无论是巴西还是法国还是比利时 就整体实力而言都要比看上去不显山路水的乌鸦龟更强一些 那么本场比赛最可能打出什么比分呢 博彩公司已经给出了答案 机构为本场开出波打比分赔率 其中法国队1比0取胜的比分最被看好 赔队低值一赔4.80 其次是两队0比0占平的比分 赔率为1赔6.20 第三位的赔率1比1的比分 赔率为6.25 第四位的是法国队2比0取胜的比分 为1赔6.60 从上述比分赔率不能看出 机构明显看好法国队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 法国队上轮对阵阿根廷队的淘汰赛中火力全开 单场打落4例进球 其中3例进球与58配有关 它的速度和突破是法国队最犀利的进攻武器 不过瓦拉内和乌努迪迪领先的防线并不稳固 目前四场赛事已经丢掉四球 不过如果卡瓦尼真的无法登场 法国队的防线压力会减轻不少 利好消息 就在法国与乌拉圭大战之前 前方发来消息 乌拉圭神风卡瓦尼的伤情有了较大转机 这也使得他出战于法国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概率变得很高 据马卡报报道 乌拉圭前锋卡瓦尼已经在今天回到球场 而且还进行了简单的有球训练 从前方传来的照片也可以看到 卡瓦尼正在训练 这似乎也预示着 卡瓦尼的伤势并非传闻中那么严重 早在八分之一决赛 乌拉圭与普塔瓦的比赛中 发挥不足的卡瓦尼 在下半场因为腿受伤而被换下场 当时C罗也扶着卡瓦尼下场 很有爱的疑问 后来检查得知 他并非肌肉撕裂 而是左小腿肌肉受伤 但是媒体的夸大报道 也让球迷都认为 作为球队进攻线上不可或缺的射手 卡瓦尼或许真要无缘出战法国 法国对进攻线太过豪华 这也给了乌拉圭相当大的麻烦 乌拉圭必须立足防守 然后四季凭借反击赢球 这种情况下 仅凭苏亚雷斯一人远远不够 不图饼的卡瓦尼极其恐怖 有他与苏亚雷斯搭档 足以确保乌拉圭进球 如今卡瓦尼恢复训练 或许与他能搭上对阵法国比赛的末班车 而伤势家重无缘出战法国的消息 此刻看起来多像烟雾蛋 可以预见的是 本场乌拉圭队必然会坚持 龟作防守的策略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面对火力强劲的法国队 乌拉圭人真的能守住吗 从博彩公司给出答案来看 最看好法国以1比0的比分 淘汰乌拉圭 你有最看好哪个比分呢 最后的更好 2比3导温的 3分以2把干净 4分以4分以240导温的